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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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一次要讲什么 我们讲的是中小学课程主题概述 我今天给他下了一个指标题 叫做朝向素养之路 我们在上次其实有提过了 台湾数学课程的改革 如果从前两代开始 前两代开始 其实是8283年他分别公布了国民中小学课程标准 那这两年公布的是课程标准 然后在91年跟97年分别公布暂行纲要 跟我们讲的是能力指标 九年一贯课程纲要 那中间其实隔了六年 那在上个礼拜 我有跟你们讲过他的一些原委 通常在正纲之前会有三纲 然后三年后才会有正纲 我们叫正纲 那在中间当然有一点点因缘忌讳 所以变成六年后才公布了九年一贯课程纲要 那现在我们107年已经十年的 通常课程是十年会当成一个世代 就会做一次大的课程改革 那预计于108年公布的12年基本教育课程纲要 这个最新的数学在8月1号 教育部已经公告了 已经公告了 网路上你都可以抓得到 那这个的趋势是什么 OK 第一个它是属于内容导向 课程标准就是告诉你什么内容要教 什么内容不要教 所以这个叫内容导向 到了九年一贯的时候叫能力导向 就是它再也不告诉你什么要教 什么内容要教 什么内容不教 而是告诉你 你要培养什么样的能力 所以已经从课程标准变成能力指标 所以你们一定很常常听到 这个什么能力指标 能力指标 那能力指标当然就是说 你要达到什么样的能力 那这是九年一贯 他们所做出来的那个叫能力导向 到了新的课纲12年 这个叫做素养导向 到底什么叫素养导向 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变 那这样变的意义在哪里 那当然要这样讲之前 我们还是得要谈一谈那个九年一贯 因为现在正在用 即便108开始用也是从 国小一年级 国中一年级 跟高中一年级开始做 所以你看你们今年107年 有些大三 你们可能109年 或者是108年的时候 要去做那个三周实习 你们碰到的都还是九年一贯 包含你们自己所学的也都是九年一贯 那你们即便很快的找到了那个教职 你们可能也会有一段的那个过渡期 都是要做来处理九年一贯的事情 所以你必须对九年一贯 到底在讲些什么 有一点了解 OK好 那九年一贯它有一些基本理念 这个我们上礼拜有细讲 所以这礼拜我们很快的让你们看一下这个 它其实列了三点 第一个是数学是人类最重要的资产之一 第二个是数学是一种语言 当然我们上礼拜有讲 我们数学是用来沟通的 我们也一直标榜数学是一种 例如说人跟自然沟通 人跟人沟通 或是人跟真理沟通的一种语言 第三个是数学是人类天赋本能的延伸 我上礼拜还举我的女儿当例子 对不对他们其实拟定策略解决问题 思考这些都是人类从小出生就有的 而我们只是用到数学上 他所对付的元件或内容不一样 好那课程强调是以学习者为主题 知识的完整面为教育的主轴 还有以终身学习为教育的目标 这是那时候九年一贯所倡导的 其实终身学习不管是九年一贯 或之前的课程标准跟之后的 例如说以核心素养导向的 这个都是很强调的 那其实想也很容易 你在学校能念多少年 让你把大学加进去十六年 但是你一辈子可能要活七八十岁 如果你没有终身学习的概念 你离开了学校你就失去了那个学习的本能 或者是失去吸收薪资的那个的话 那你未来怎么过火 未来要怎么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所以终身学习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你带了什么东西 你不一定带了这些内容 但你可能带了某些能力 而这些能力可以让你即便离开学校 都可以继续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来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 所以九年一贯它的一个目的是这样 这个我们我把重要的几个点 把它那个用红字标起来 它的那时候反映的理论 就是它的目标反映下面的理念 第一个要数学能力是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指标 因为它要倡导的是那个能力指标 所以它特别讲求的是数学能力 然后培养正确的数学态度 这个是很需要加强的 很需要加强的 因为我们台湾在 其实在很多的国际评比 我们的数学成绩都一直很好 都是大概全世界前五 前八 甚至好一点甚至到前三 但是我们的那个数学态度 我等一下会让你们看一张表 我们都是两极化 就是数学最好的是我们 最讨厌数学的也是我们 大概是这样 你们自己心里想为什么 为什么 然后教学应配合不同阶段的需求 协助学童数学智能的发展 然后最后数学作为基础学科的工具性特质 指的是我们要透过数学来帮助学科的学习 但最典型的当然是科学 例如说物理化学你知道科技 其实还有现在我们那种电脑资讯的 其实都会用到数学 其实我礼拜四要去有一场演讲 我那场演讲要告诉人家数学跟文学的关系 就是写小说 写诗 还有一些文学的判断 数学是有办法做帮忙做创作 还有帮忙做分析的 所以我们其实数学因为它是一种语言 既然是一种语言 它就有机会当成认识其他工具的 其他学科的工具 所以它的工具特质 这些是我们上次有提到的 有关数学智能的发展 它一共列了十项 那我把前七项跟老师有关的 我把它列出来 那这些点我把它标红字 主要是让你们感受到 这个九年一贯他到底想要赔什么 例如说他要把每一位学生都带上来 这个想法当然是很早之前就有了 就一个都不能少的这样的概念 然后强调带着走的能力 就是我离开学校 有些东西我们常常在笑说 我们还给老师了 但是有一些东西你是还不了的 就是你是带着走的 上个礼拜我讲 例如说惩罚 你们惩罚的能力 你们带走了 你可能惩罚的题目你留着了 你就可以用这样惩罚的能力去解决 例如说你没见过的惩罚 例如说二位数的惩罚 你一辈子可能都没算过那个题目 但是你会 为什么 你拥有解决这个的能力 那我们可以有很多这样的概念 让你们带走 然后包含能力的发展 能力的主轴 演算能力 数学沟通 这些我标红色的这些部分 都是九年一贯非常强调的一个能力 数学能力 那到底什么叫数学能力呢 其实九年一贯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 如果你们的讲义上个礼拜有带着 你们可以去找看看这个定义在什么地方 那给你们电子档当然比较好搜寻 它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对数学掌握的综合性能力 以及对数学有整体性的感觉 我等一下会举一个例子 我来看看你们到底有没有能力 那数学能力跟数学知识的考法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数学能力已经是对数学掌握的一个综合性的能力 已经不再是我今天告诉你一个问你一个题目 记忆性的或是备收性的或是纯数学里面的 看你能不能把它解出来这样而已 不只是这样 那你对数学是不是有整体性的感觉 上个礼拜我们有稍微讨论一下 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话告诉我数学能力 和数学知识或数学概念或数学理解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举了电脑当例子 我们说这台电脑能力很强 到底指的是什么 那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很多年轻人觉得电脑很强 就是网路很快 如果一台电脑都很好不能上网 它跟废物差不多 你们现在你们手机如果不能上网 只打电话即便功能很强 大概没什么用对不对 那个就跟废物一样 那所以不同的时代对数学能力的界定会不同 但是我相信如果一台电脑 它只是硬碟很大 放了非常多的资料在里面 但是它运算程度很慢 运断的速度很慢 你一定不会说这个电脑的能力很强 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有一个感觉 就说好像背了很多数学知识 并不代表我数学能力很强 因为你要怎么用这些知识 所以使用知识 还有它运算的快慢 跑出来的快慢 跟我背了很多东西这件事情 已经可以有一点点的划分 但我相信它不可能截然的划分 一台硬碟空空的东西 你就算其他东西再强 它也是废物 它也是废物 所以现在这两个是要 让你们有所区别 有所区别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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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